大秦帝国 第五部铁血文明 第九章 分治王储 见秦王遥望渭水 面色沉郁 王奔这才觉察出 秦王是为宫处之事犯难了 刺存片刻 王奔直率道 军上 先说方略 还是先说兵力 秦王嬴政 默然回身 目光闪亮道 将决有方略 先说方略 李昭首 远远站立的赵高 抱着一个长大的 圆筒状物室 急步过来 在廊下大柱 挂起了一幅羊皮地图 王奔指点着地图道 楚国战场 南处不在两淮 而在江南 江东 岭南三地 此三地之南 又不在战事之南 而在山川险峻 地理偏远之南 故此 灭楚可分两步方略 第一步 先凭淮北淮南 歼灭楚国胜利军 夺取楚国根基 第二步 在下江东吴越 及江南岭南 百越之地 如此 南中国 可依据平定 第一步 如何实施 第一步 是实际破楚方略 最是要害 军事所谓秘楚 战场只在淮北淮南 根本原因 在于两淮之地 聚集了楚国 十之八九的主力大军 只要全间 淮水南北之楚军 楚国 便搞实际破网 其后 我军南下 平定百岳 江没有大军阻力 禁兵方略如何 秦王有些急迫 阻断江淮 隔绝京楚 主力直下淮北决战 主力大军用命几何 四十万上下 为何 淮北决战之后 连下江南岭南 须一气呵成 这说 两怀破除 兵力几何 三十万之内 二十万如何 若两步分开 二十万 该当武士 秦王迎正大笑一阵 高声吩咐酒来 赵高快步捧来 两坛老秦酒 迎正王奔 各举一坛 仰脖子 鼓鼓一阵 猛灌了下去 夕阳之下 脸色顿时 红成了一团火焰 秦王凝望着 正在西山的落日 兴致勃勃地道 王奔啊 灭楚之战 再度领军如何 王奔一拱手高声道 军上 卧山奔系战 追见燕带残部最佳 嬴政没有回身 呵呵笑道 说灭楚说灭楚 你偏纠缠燕带 那你说 灭楚之战 谁敢领兵 王奔道 杨端和 新盛 李信 却能独当一面 秦王回身道 谁最佳 王奔凯然道 某勇兼备 李信最佳 秦王嬴政 目光炯久 只看着王奔不说话 两久 嬴政愧然一探道 王奔者 无愧 国之良将也 王奔顿时手足无措 脸红的 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了 第三日 朝会再举 专一一决 对处进兵 一决灭国战士 一则 以进兵总方略 一则 以投入总兵力 前者关乎 全局铺牌 后者关乎 大军调遣 及各方配合 朝会一时 李信慷慨激昂地陈述了 遮掘江淮 攻去淮北的总方略 最后提出 二十万大军灭除 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将 都赞同李信谋划 王奔做了些许细节补充 唯独赵佗 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文臣作曲 李斯始终没说话 未聊大体赞同 维决兵力 稍显单薄 王奔 则着意申明 无论方略如何 都会全力谋划后援 其余文武大臣 除了不治可否者 十之七八 都赞同李信 也就是说 整个朝会 没有一个人 对李信方略 迟疑以致说 从此到中 对于军事最要害的 两位上将军 却一直没有正式陈述 蒙天说 处地与草原之战不同 近年揣摩不多 不好置评 王奔只听不说 一副睡态 是有鼻涕眼泪 似乎已经苍老 不胜疲惫了 老将军 该当说说了 举电热辣议论 嬴政笑着高声一句 啊 该 该老朽说话吗 王奔揉着 惺忪老眼 懵懂一句 又破天荒 自称老朽 店中不禁 轰然一片笑声 王奔很是不悦地 看了看父亲 又狠狠地 响亮咳嗽了一声 别过脸去 王奔浑然不觉 大秀斩了斩嘴角 又清了清嗓子道 老朽之剑 灭楚 还是得六十万兵力 至于战法 老朽以为 当以战场大事 相机剧断 此时 老朽胸中 没有方略 也不知王奔说完没说完 大脸中 又是轰然一片笑声 这种笑声 与其说 是嘲讽 无宁说 是大臣将军们 因王奔不可思议的 一连串 老朽如何 而生出的 惊恶与滑稽 觉得这个老人家 实在可乐 秦王嬴政 也禁不住 呵呵笑了一阵 排案一探道 上将军老矣 何妾也 李将军果然壮勇 其言是也 局殿安静 颇见惊恶 嬴政四绝不妥 随正色道 前日 本王就教 老将军已经陈述了 方才之见 此来军争方略 仁治护剑 各执一词不足为奇 灭主战士 容本王与丞相 上将军 长氏 国卫等 再将会章 之后 立即实施 散朝 大秦帝国第五部 铁血文明 第九章 分治王储 执二 父子接梁将 旗舰何旁皇 王奔刚在府门前下马 守候在门厅的家老 立即迎了上来 三朝之后 父亲的护卫骑士 给王奔传了父亲四个字 一来回府 王奔当时只点了点头 一句话没说 匆匆上马走了 晚堂之后 左右想不出推脱室友 王奔只好 泱泱过来了 一目下爵位 王奔在咸阳出行 当成六尺散盖的摇车 然王奔素来不是张扬 更不想在附近府邸前 关带高车 故此 便扶骑马 护卫也不带 直身来了 近日 王奔自己也觉迷惑 原本一见父亲 便局促不堪 很有些怕这个上将军父亲 可自从南下中原 独当战局之后 王奔越来越觉得 父亲很有些 令他不适的做法 对王命太过拘泥 对军政大略太过收敛 多次放弃 该当坚持的主张 严刑局指出方面 都不如从前洒脱 以前 王奔是极其敬畏父亲的 但南下之后 尤其是父亲班师 还都后 在大朝会的老太 令王奔 七局难堪 又局困惑 姬王对父亲的崇敬 流水般没了踪影 只要看见父亲 脸不自觉地郁闷烦躁 少将军跟老朽来 家老公尽细心 亦如往昔 这是家 我找不见路吗 王奔脸色很不好 不不不 尚将军在另处 等候少将军 你只说地方 我自己去 还是老朽领道 府下阁局 少变了些许 只怕少将军不熟也 酒屋重修了 走走走 少将军沿途一看便知 老朽不饶舌了 王奔跟着家老 区区折折一路走来 果然眼生的不认路了 原来 这座少将军府邸 战地虽然很大 却是空阔简朴 中轴六进偏远 三处后园一遍 王奔闭着眼 都可以摸到 任何一个角落 可今日进来 层层叠叠 亭台楼阁 水池树林 灯火摇曳 恍如山东小诸侯的 宫殿一般 若非家老带路 王奔当真不变方向 漠然之间 王奔有些恼怒了 父亲与自己一样 常年在外征战 如何有闲暇 将福底整治得 如此华贵 定然是这般家老管事 挥霍蒲排 家老般的好事 王温的脸色 阴沉得可怕 老朽不明 赶请少将军名言 家老惶恐地站住了 如此扑排府邸 不是你的功劳 哎呀呀 少将军 老朽一言难尽也 秦法 连给君王贺寿都不许 你等不怕违法 说得是说得是 家老连连点头 再不做一句辩解 王奔也黑着脸 不说话了 对这般管家执事 说也白说 必须得跟父亲说 如此莫然 又过了两道木桥 来到池畔一片树林 又登上一座 草木摇摇的假山 才在山顶毛林之下 见到了不一散发的父亲 田廊下 点着一束 粗大的艾草 鸟鸟烟气 驱赶着温营 秋月照着水面 映得山顶一片亮光 山风袭袭 父亲半靠亭柱 坐在一张草席上 疲惫蓝散之态 却是与军中上将 天壤之别 父亲 来了 昨天说话 父亲 容我先见母亲 与大哥再来 不用了 家人全数 回平阳老家了 父亲 进个山 做了说话 家老 任谁 不许进山 父亲的话语很平淡 家老却如奉军令一般 匆匆去了 王奔走进毛艇 从石岸上 提起陶冠 给父亲面前的陶碗 蓄满了凉茶 站在停住前不说话了 密照大战之后 秦王派李斯将王氏家族百余口 前来咸阳 还大修了一番 当时的上将军府 三两年来 虽然王俭王奔夫子 一直不在咸阳府邸 可这座上军军府 依旧是热气蒸腾 勃勃生机 因为 王氏家族的根基 已经从贫阳 转到了咸阳 母亲执掌内侍 大哥与一般族兄族弟 则已经开了铁木作坊 做起了造车与农具生意 王奔在大梁战场时 曾接大哥一信说 父亲不许王氏子弟 入室做官 只能做农做伤 或者从军打仗 其中几个兄弟 都是才能之士 能否劝说父亲 允许他们入室 只我一人做伤谷便了 王奔当时 专注战局 心无旁骛 只给大哥简短负信 负命无差 兄当一心 无由再说父亲 王奔心下清楚 定是几个族兄弟 不想做伤谷 从军又去太晚 于是 睡动大哥 生出这般主意 当时 王奔以为父亲没有错 国人都去做官 谁去周留民生 身为庙堂栋梁 王氏里当有 大局气度 可如今 一个偌大家族 刚刚安稳下来 如何又突兀地 搬回老家去了 连他也不知会一生 若没有父亲的严厉命令 王奔相信 谁都会跑来 找他劝说父亲的 他近在咫尺 却一无所知 族政父亲 是有备 而为周相谋划的 然则 如此这般 究竟为何 王奔实在有些 无法理解父亲了 而且 诸多不解 一时还不知 从何说起 灭主之战 你举理性为将 父亲单单开口了 嗯 好 不好 嗯 不管父亲说法 如何蹊跷 王奔都没有论说 国师的兴趣 好在有胸襟 利于朝局 予利于自古根基 父亲自在 自说自话 身为上将 为律国家 没有自古之心 王奔不能忍受 父亲的评判 心者何物 岂非言行哉 就是说是 李信足以胜任 错 就是说是 灭主领军 王奔最佳 比李信 更可胜任 不说话了 秦王之人 必查奔信之高下 然则 秦王 必用李信 朝会尚未议绝 秦王意味决断 父亲何须揣测 揣测 父亲嘴角 轻轻淡淡地抽出 一丝冷笑 依旧 似在自说自话 秦王者 大明之君也 明之李信 不及王奔扎实 却要一力 启用李信 其间根由 不在将材之高下 而在喵堂之横平 殿下六国 王室父子灭祭三 秦国 宁无大将在 秦王纵然无他 群臣 宁不侧目 秦人尚武 是军功过于生命 若中口说今 接受王室之功 尽秦王偏袒所致 群将武功 皆秦王不用所致 秦国宁不危在 王室宁不危在 顾及自家安危 夫妻便着一退让 狗立国家 退让何妨 自不见 令向如吗 纵然退让 一当有格 何致 老太延延 取家归田 老太延延何妨 老夫要的 不是自家气度 是国家气度 大臣尚无气度 国家能有气度 我等得好 父亲一犯常态 从来没有过的温和 点头称赞了儿子一句 又饮下一口凉茶 依旧自说自话了 当子之时 唯有义法 横平朝局 凝聚人心 大胆起用公义大将 做攻灭最大一国之统帅 成 则战功夺分 横平朝局 败 则群臣自此无话 战时大将 可谓以将才高下人之 父亲师说 君王 是在冒险拥驾 明君圣王 亦有 不得不为之时也 父亲 王奔终于 不堪忍耐了 冲着父亲 一泻之下 此等于阔之说 王奔不能认同 自家退让也罢 老太炎炎也罢 举家归天也罢 王奔都可以忍了不说 但凭父亲处置 人父亲既然察觉 秦王启用理性 是在冒险 宁肯 左官成败 却不直见秦王 王奔不能忍 秦王凶塞大略 胸襟开阔 王奔是认定了 跟准了 纵然心有其见 纵然与秦王相围 王奔也要坦诚陈述 以功决断 这既知臣道 更是异道 如今父亲洞察 诸多微妙 却包藏不说 放任国家风险自留 心下岂能安宁 朝义皆知 秦王曾以父亲为师 父亲却忍忍不告 宁父秦王师之名 宁父执臣之道载 王奔明言 父亲当以商君为楷模 其心无二律 进功不顾私 不当以范离 设计国家 只顾自身的 全身之道为楷模 父亲不说 是疑惑秦王 顾忌王室功高 这与山东六国 攻劫秦王有何两样 王奔直言 父亲不说 我自己尚书秦王 争这个 公厨主将 父亲只淡淡笑着 始终没有说话 本期的大金帝国 就为您播度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